不要 我在開玩笑 何雲婷在站牌前移動也不動 司機開廣播嗆聲 車內乘客面面相去 誰也不敢吭聲 司機越講越氣還離開駕駛座 站在路邊繼續罵 讓乘客全傻眼 火氣這麼大 只因為有人誤按下車鈴 但司機卻氣到大罵 還把車停在站牌前 長達5分鐘 後來發車還緊急煞車 根本不把乘客安危當一回事 民眾指控30號年初三 他從高雄搭客運到墾丁 竟碰上離譜司機 從一上車司機態度就相當惡劣 不但嗆聲要乘客 不要妨礙他開車 還在路上急煞 害車上兩位老先生受傷 那另外一位老爺他年紀有更大 就是他是腳扭傷 前面的話還有一些 他是年輕人 大家都摔成一團 司機也是因為心情不好 把氣出在乘客身上 這樣的狀況 讓同一家客運公司的其他司機 聽了也傻眼 故障的會有 就問一下說有沒有人要下車 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就繼續開了 他既然把車停下來 停了5分鐘之後才開 不行這樣子 對此客運公司不願正面回應 只私下表示將要調閱當天 行車記錄器 抵清事發經過 對司機進行懲處 只是對乘客來說 乘過年開心出遊 卻搭上這樣一般客運 好心情全泡湯了 記者 張春華 評論報導